还记得金刚吗?36岁的他风光时曾跃入200万,吃一餐饭花4万块,如今却带住几个行李箱重新回到台湾。 他是GVB一位出名的搞笑艺人,至于走红的原因竟然是屏住一口不流利的粤语。 事业巅峰时期的他月入200万,曾购物从来不看价钱,买下的潮牌服装、玩具都需要一个专门房间才能装下来。 风光时吃一餐饭花4万,花500日红,陷入事业低谷的他曾经有半年都只能吃泡面。 36岁的金刚,李信乔,刚出道是一名演员,在台湾拍摄《马马仙师》出道,后来在台湾参加一些综艺节目当主持和嘉宾,慢慢发掘了他的综艺感。 随后在2007年加入了TVBS,可惜并没有为他事业带来多大帮助。 到了2009年他遇上了他的贵人曾志伟,当时曾志伟看他这么努力肯干活,带他去了香港TVB发展。 2010年加入曾志伟的热门综艺节目《超级游戏》讲门人,相信不少珠三角的70、80、90后都看过不少了。 在节目当中曾志伟经常奚落金刚脑袋笨,广东话说不准,看起来金刚是每次都被欺负,其实大家都知道这是为金刚加戏份。 还记得金刚每次说起不流利的粤语,台上的嘉宾,到场的观众,还有在电视机前的每位观众都很开心的笑出声。 在讲门人节目里一炮而红,除了曾志伟外他就是另外一个容易被人记住的一员。 接着广告接踵而来,剧集和电影也是有发挥的地方。 2011年,和小姨合作的《街坊十神》由于两人打情骂巧很好看,让观众耳目一新收视可是相当不错,当时她在香港综艺市场也算是能够独当一面。 人红了当然会接触很多东西,拍剧也从以前的男配角升为男一,男二。 金刚和小姨这对活宝很受观众喜欢,所以2016年两人再次一起合作,在爱情食物链当上了男一。 叮е 拍起戏来她就收起了搞笑能力,成功化身一个狠毒的将领,她戴住眼睛一脸严肃还是挺帅的啊! 在香港巅峰那一年内,他名利双收 金刚表示 在香港赚钱很容易,月出银行户口有80万进来 月中有60万,月底又有80万,月列如是 月入200万当然要会享受,当时他就养成爱乱花钱的习惯 潮牌服装,球鞋,玩具,根本不看价钱就买了 因为买太多家里还需要一个特别房间来装下这些战利品 而且他还特别爱吃,经常下班后就找工作人员吃饭 当然付钱的人就是他了 他就表示当一人的收入比其他人高的时候,很自然的就会出钱 反正大家开心 有一次老朋友贺君祥来到了香港 算上他和贺君祥四个大男人晚上去吃火锅花了4万台币 他狂笑说,真是神经病,不知吃了什么 这样就4万元 习惯大手大脚的金刚终于迎来了危机 所谓花500日红 在2014年金刚全年只有一个节目 收入就只有TVB每个月给的12万月薪 可是对于金刚就是一个噩梦 先是没钱购物,还有每个月房租12万 单单房租就去光他的收入 大家觉得12万每个月肯定很容易过啊 而且觉得能够剩下不少 然后他还花了大笔钱买楼 每个月算下来不吃不喝也有30万养孩 所谓没钱财值到钱的重要性 难免他改变了为了省钱 没事不出门,躲在家中玩游戏 吃的是泡面 过了半年吃泡面的日子 现在他看到泡面都想吐 那时候他已经一穷二白 但是他也不会祈求高层施舍新工作 他说 我没办法 除非那个人我认识的 去打招呼是可以 我不能接受 你好 我是金刚 有工作请找我 我觉得这样好老土 由于金刚是曾志伟的人 外界传曾志伟和TVB高层游泳山不合 所以他被打压没工作 但是金刚一直都认为 曾志伟绝对是他的大恩人 在TVB打滚多年的金刚 今年夏季和TVB完约 并没有获得许约 当年金刚一无所有的到来香港 如今带着几个行李箱重新回到台湾发展 希望他未来的道路走得更好